创了一天,四川医小学老师李伙伴发现 自个儿班上一个同学没来上课 打电话没人接,家长联系不上 多方寻找无果后,出于担心李伙伴和同事赶到了孩子家 没想到,竟救了孩子一家三口的命 当时李伙伴他们赶到后发现 孩子家里有人却房门紧闭,咋敲门都没反应 感觉不对后,李伙伴他们立马借来梯子翻窗进屋 结果闻到一股浓重的刺鼻味道 再瞅仨仨倒在床上一动不动,疑似一氧化碳中毒 赶忙开窗开门打电话救人 好在松一吉时,三人经过治疗已经好转